同學好 同學好 我剛剛講的東西你聽得懂的舉手 放下 好OK 那個其實蠻難的 好 對 好 那個 好接下來我要 接下來要讓你們更難喔 不是 中午沒吃飽啊 吃東西 你為什麼早餐沒有早上吃 不行 好 等一下喔 1 2 3 這一個點坐標告訴我 我應該要 這個一定要寫 這個點的坐標 回答我 1 2 非常好 1 2 1.2 沒錯 好然後 3 2.3 錯 所以這個點的坐標是 4 2.3 好像出太難了 好 4 2.3 真簡單 我的題目不是這樣 畫線 對畫線 然後這一條直線方程式 等一下媽媽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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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來 先先看我這裡 這條直線方程式該怎麼 該怎麼寫出來 根據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我需要先尋找什麼 開始 開始 所以我要先知道這裡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要尋找什麼 尋找 來 我們要把直線方程式寫出來很簡單 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找 開始 開始講的是Y對不對 開始講的是 看這裡 開始講的是 當X等於0的時候 Y在哪裡 對不對 當X等於0的時候 第二個呢 你要去觀察什麼 你要觀察它的變化 它是怎麼變的 它的變化是這樣 就是每次 每次 它是怎樣 了解嗎 每次 它是怎樣 每次 它是怎麼變的 它是往上還是往下 它要變多少這樣 所以主要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開始在哪裡 第二個 怎麼變 好 你知道它開始在哪裡嗎 對 原則上應該看圖 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可是1.5不太準 它其實不是1.5 但是比1.5 再多一點點 1.6 對 其實你這樣讀土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如果要求 一定要準確的話 我就要用算的 對不對 可是你們讀得很好 就是你們知道說 欸這樣過來 我就知道它起始的地方 大概就1.6左右 對不對 至少我就知道答案 大概就1.6多 好 那接下來 變化從哪裡看 我看變化 我看變化從哪裡看 它只給我這兩個點對不對 所以我當然只能從這兩個點來看變化 所以往右 多少 往右3 往上多少 欸 往右3 往上1 所以它的變化是多少 所以我們的開始大概是1.6 但是我不確定 對不對 然後我的變化呢 我的變化是什麼呢 我的變化是3 然後上升1 對不對 可是我的變化 必須要找什麼的變化呢 我必須要找1的時候 它變化多少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1的時候要變化多少 你就想說欸 3 才3變化1對不對 所以你要 你要分成3次 那每一次就多少 1分3次走 對不對 大家要問一下嗎 1分3次走 所以我就知道 欸原來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就叫做 這條直線就叫做 Y從不知道的地方開始 可是我猜測 大概會在1.6左右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寫什麼呢 它是怎麼變的 加1分3 然後看它要變幾次 對不對 你們剛剛有的人這個忘記寫 不行喔 你要變幾次 你沒有的時候 你沒有那我就不用變 不用變它就回到原來的地方 對不對 沒有它就沒有變 沒有變就是我就在這裡 就沒有變 但是我想變啊 不然直線化不出來啊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寫 好所以你看 我已經快結束了 這條直線方程是快寫完的 我現在是不是剩下它不知道 我怎麼樣算出它來 量也是估計 就是剛剛你們看圖 看它答案大概可能在哪個位置 估計 但是我真的可以用算的 但是我真的可以用算的 我真的可以算出來喔 我真的可以算出來喔 錯錯錯錯錯錯錯 1-d0.2 要先講還可以再講Y 所以呢 帶進去 因为呢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代表这条直线 对不对 那这一个 这一个会有它的表格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然后这一个的表格 我已经知道 这一个 这条直线方程式 基本上就长这样 然后这条直线方程式的表格 我知道里面有填 1 2 有填4 3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表格 可以这样子填 你的图形叉 可能会这样子画 对不对 你图形可以这样子画 就代表你当初 你的方程式 一定能够填这样的表格 对不对 那你能够填这样的表格 那不就代表 X4 1的时候 Y会等于2 可以让这个方程式是对的吗 也就是说 1 2 4 3 4 这个方程式的解 对不对 所以我接下来 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 选它或选它 带进去 把问号算出来 所以 我们就 比如说 我就把 你想要带1 2还是带4 3 1 2 好带1 2 所以请问一下 Y要写多少 2 Y要写2 Y如果2的时候 X应该是1 所以这个不知道 对不对 加上3分之1乘以1 OK吗 那3分之1乘以1等于多少 3分之1 所以这个不知道加上3分之1要等于2 所以不知道要怎么算呢 加上3分之1 加上3分之1之后才会变它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加不就还原了吗 不要加要还原 就是有加才会变2 对不对 那就不要加 懂吗 东升 看这里 好 所以2减3分之1等于多少 1又3分之2 1又3分之2 也就是那一个 猜得很准喔 3分之2大概是0.6多 对不对 2 对 2除以3 2除以3不是0.666666吗 所以你们猜得很准喔 你们猜得很准喔 所以图本身其实就可以让你查表 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条直线方程式就是多少 这里要填多少 1又3分之2 所以这一个就代表 它从哪里开始呢 它从1又3分之2的地方开始 然后用这种变化方式往上 OK吗 整个的过程 第一个要先找什么 开始 第二个要找 开始 一开始如果找不到开始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把变化算出来 对不对 有变化之后 有变化之后 当你有变化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 它给你的 它给你的这个东西 把它怎样 带进去 你就可以算出 它到底从哪里开始 然后整个方程式就写出来了 可以吗 可以喔 可以的话 接下来就要你们自己算了 好 我这个留着 来两个点 随便你们给 你们给要自己算的喔 田内小孩给我一个 2然后呢 2多少 24 好 一个点 还要再一个点 38 蛤 你要38 38 算这两个点 写在笔记本上 你最好开心的一个页 开心的一个页 要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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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你需要的 画你需要的图 画需要的图 画需要的图就可以了 画够用的 画需要的 写需要的东西 把该需要的东西 画出来 写出来 需要才画 我们24跟38 请你利用这两个点 写出它的方程式 通过这两个点的方程式 先把那两个点坐标 画在你的 坐标平面上 所以你应该要 先画一个坐标平面 然后把点点出来 先把坐标平面画出来 大气一点 刻度太小 这样很难想 刚刚为什么你们可以很准 猜测出它等于多少 是因为我黑板的图很准 我每一个都一样大 我的每一个都一样大 所以你才可以猜得准 那你每一个都不一样大 或者是你刻度化的那么小 你会很难想 你会很难想 一步一步来喔 黑板刚刚我怎么跟你讲的 基本上我们想要把一条直线的方程式写出来 就两个步骤 我需要知道开始在哪里 我需要知道它怎么变 那它给你两个点 它就能够 你就能够算出它是怎么变的 所以你 它给你两个点 给你两个点 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怎么变化 知道它怎么变化 知道它怎么变化之后 我才 我才利用它给我的点 带进来 然后求出 求出它开始在哪里 然后整个方程式就都有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开始在哪里当然很简单 好 画好之后呢 就开始 你的图形实在是好看 可是呢 好像格子不够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还要再往上拉 因为它要到8 好 接下来呢 这条直线方程式 想办法哦 试看看 先把变化 先把这条直线怎么变的 刻度大小很好 刻度大小每一个都要一样大 接下来把这条直线是怎么变的 你的图是错的 24 24是错的 38也是错的 小心哦 怎么找出那两个点的变化 利用那两个点来画出你的变化 你们的图都画得很漂亮 只要你真的有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来 你的图是错的 你刚好跟那个 以及 把那个 对不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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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听哦 这个点 X的刻度是 12345 这个点 X的刻度是5 对不对 你去看 12345 对不对 5啊 然后先讲X才讲Y 所以它是52 这个点叫52 懂吗 所以你没有点出 我要点的24跟38 然后把那两个点连起来 请你 请你 先算出它的变化 先算出它的变化 先把变化算出来 图形画出来了 变化呢 算 赶快 所以它这个题目出的还不错 所以 土画的很准 好像档案就出完了 很好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它这个题目出的好 因为 数字还算简单 你 把习座一些题目算一算 好 然后算一算 就找有什么问题问我 现在你只要确定一下 你这个答案对不对就好 因为你图画得很准 所以直接看图就有 对不对 可是万一它如果 图 因为 其实你也可以确定 它真的在这里 因为它很特别 你知道吗 好 因为你画得很准 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它 它也真的是它 因为它是这样降 这样降 也真的会降到这里 所以你光图就有答案 好 所以 红意是透过算的 把答案算出来 右生是光画图就有答案 那它画图就有答案 你也必须要知道 自己在画什么图 那两个点要连起来 变化还没有写 变化 最后的答案要写出来 这条直线方程式 没有 最后直线方程式 Y1等于什么 把变化画出来 对 它是对的吗 1 2 3 4 5 6 7 8 可以 但是 你的每一格 有点不太一样的 你没有用工具 均州快出来了 不对 这个对 这个不对 你图形画的不是很准 因为你的刻度不太一样 你先把 你先把24 来 我看一下 24那个点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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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24跟38都点错位置 但是你的变化画得很漂亮 可是 画错位置了 24 你点的这个点不叫24 这个点叫做 X的刻度是4 X的刻度是4 它是从4往上涨2 所以这个我会叫做42 这个点我会叫做42 很好 不对 蛮可惜的 但是你整个想法都对了 你的变化搞错了 变化是往右一格的时候 它往上怎样 留着哦 留着不要涂掉 或者是你修改 这样你下次看就很清楚 你的图也是错的 你应该也是相反的 你画的是24 你画的那个点是24 而不是42 在哪里 好你跟它一样 往右一格 变化是往右一格 往上往下 有没有你刚好相反 有看到哦 留着哦 你错在哪里你要留着 然后你在红笔修正或什么的 要让自己记住 你想法是对的 可是你这里 你几乎都对了 你算很厉害哦 因为现在还很多人 不晓得该怎么办 你就只有一个小问题 这一个 首先这里是在二的地方 这里是在三的地方 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里不是二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二 对不对 这里是三 所以这一条有多长 对 对 你就错在这里了 其他都对 你很厉害 不是 不是 你是错的 你请你再想一下 对 厉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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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首先第一个 垂直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颗度要一样大 我这个颗度跟它对齐 然后呢大颗度 大颗度 大颗度 可以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 颗度要先对齐 颗度要先对齐 然后跟它的颗度一样大 所以我要找大颗度 大颗度 找大颗度 你知道我在画什么吗 接下来 这里是一 这里是零 这里是一 这个叫Y轴 这个叫X轴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接下来 我要找24 24 24就是 X是2 Y是4 所以X要找到2 这里你不需要写数字 你写也无所谓 因为你这边写1 我就知道这边是2 颗度可以取代数字 所以这里是2 2了之后呢 Y的长度是4 2之后Y的长度是4 所以它要往上拉到4那么长 所以我会停在这里 这个点就叫做2度.4 可以吗 因为这个点的X座标是2 然后这个点的Y座标是4 这个点才叫做2度.4 请你用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 自己去画出38 首先我要画这个图之前我会先我会先看它是2 它是3 8 所以显然它的X我只需要画到3就够了 所以我只需要1 2 蛤 2 2 1 2 4 4 4 好 然后呢我的Y呢只要画到哪里就好 我只要画到8 所以1 2 3 4 5 6 7 8 这里是1 我需要我需要看到2 我需要看到3 我需要看到4 我需要看到8 1 2 3 4 这样只是方便我等一下画图而已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X只需要画2跟3 我的Y只需要画4跟8 其他我通通都不用画 好 接下来 X2 Y是4 要先看X X2 Y是4 所以要拉到4那么高 你们刚刚还有人画错位置哦 要小心哦 然后接下来3 8 所以X是3 然后Y是8 所以要拉到8那么长 留住它就好 这个都可以插掉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从哪边拉上去的 注意看哦 然后接下来 这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 这个叫做通过 这个叫做通过 这两个点的斜直线 这个叫做通过这两个点的直线 然后我想要请你写出它的方程式 可以吗 所以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我不晓得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我不晓得它的开始 我不晓得它的变化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它的表格 XY 我有它的表格有什么呢 24 我有表格 38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想要把这两个填好就好 那我怎么填这两个呢 这两个哪一个才可以填 先看我这里 先看我这里 这一个可以先填 这一个我不确定 它的土画很准 所以可以看得到 好 注意看哦 这两个点 我们都是这样看哦 我们都是这样看 往右的时候 它显然向上 很抖哦 你会发现你往右一格 这里是2 这里 所以你图形不要乱画 你图形要有点准 往右一格 往上 几格 所以我就很清楚了 这边要填多少 第一格填完了 第二格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要填多少呢 它 它 它给我的 我不就可以带进去吗 对不对 所以就把它带进去就好 因为 你的表格在这里 那我的表格从哪里来的嘛 对不对 现在我就可以把我的表格带进去 所以我就可以 这个Y 带4 这个X带2 一定会对 因为表格就是它 它就是表格 所以2 4得8 所以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4等于 不晓得 再加上 2 4得8 所以这个怎么算呢 加8之后才会变它 对不对 所以还原要怎么做呢 要扣8 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 加8之后才会变它嘛 所以它要把8扣掉才能还原嘛 所以框框等于多少 -4 所以我就在这边填多少 这个就是它的方程式 错的人现在做丁正 对的人 要马上再上一题 然后 然后这个啊 刚刚为什么 为什么右身可以观看图就有 它真的观看图就有 1 4 接下来是不是继续 后推1格是不是会降4格 再后推1格还是会降4格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在-4 图形就看得出来 读土我连上都不用上 刚刚那些什么都不用上 图形就有 所以你看到这里是 因为因为 因为你看到这个是变化是这样 所以它就会一路退下来 退下来 就会一路一路退下来 往这边就上升往这边就上升 往这边就上升 那你倒退就会下降 你倒退就会下降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 它就会这样过来 过来 所以这边就会一定会是4 因为一定会下降4格 这边也下降4格 这边也下降4格 这边也是4格 所以4格4格4格 当你这个1格的时候 所以它观看图 就可以看到这个 还有看到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1才可以 这里是1的时候 你才可以说 它这边是4 刚刚子彦 这边写错 它这边写2 它这边就要写多少 4分之4 它完全写对 只是它数错 这里是1 不是2 可以吗 先把这一题好好写好 先把这一题好好写好 然后 再一题 就这样 题目还是一样 通过这两个点的直线方程式 -25跟13 图形画出来 图形先画出来 图形也顺便可以复习了 就是你们那个坐标 好 还有几个不太熟 还有几个不太熟 来 你先 先把现在这两个点的 写完了吗 你写完了吗 好 那这条直线方程式 就是它等于它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接下来你开始 来 那两个点 再重新画一个 自己画坐标平面 画出这个跟这个 一定要准 你要像右身一样 其实它没有花很多时间 它刚刚的速度 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快 很严谨的去画图 不代表速度会慢 它不止比你们快 而且还可以得到答案 每一格都画准 善用你自己的工具 你先把黑板我刚刚讲的东西写下来 懂吗 你的图好像怪怪的 等一下你这个图 你这个图是错的 二四 二四在哪里 X是2 Y是4 二四是在这里 X的刻度是2 Y的长度是4 所以Y要拉到这里才停 这个才叫做 2.4 你点的这个点叫做 4.2 你要自己告诉自己 这个叫做4.2 你这个点是什么呢 我要知道这个点是什么 我只要对看看就知道 3 3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是3 好 这个地方是8 所以你这个点是对的 可是这个点是错的 懂吗 理解吗 所以你只有错在这里 这个是对的 然后你把它连起来 把我黑板刚刚讲的东西要写下来 那个图要画好 好 为什么刚刚下课没有去 蛤 我们要有能力让自己可以 就是一节课不用上厕所 这个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是不对的啊 你应该要用下课时间上 慢慢来一步一步想清楚 不太清楚去看一下黑板我刚刚怎么讲 好的 好我看 不急哦 你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清清楚楚自己在做什么 好 首先-25跟13 -25跟13 你的表格写的怪怪的 没有啊 还有三分之而已 哦 我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变化吗 知道 那变化要写出来 然后最后那个 像你这个没有写完整 你像刚刚的这一个 这个答案你还没写完 你要写说它 嗯 它是从这里开始 嗯 每次的变化是4 变化的次数 这样才叫做写完 好 你没有写完 嗯 而且你这个是有问题的 了解了在江山吗 嗯 那你透过表格 那最后那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写出来 好 很快算 算什么 算什么 算那两个 等一下 你点错地方 13在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是叫什么呢 这个点是x45 y是-2 所以这个点 我们会称为5 到点-2 先讲x才讲y 我这样 你的图在哪里 好 那变化呢 它的变化是多少 你要先找出变化 你才能填这个空格 但是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完全知道掌握图形的样子 现在就是我怎么算出变化 对不对 你要把那个变化算出来 你要利用这两个点 把那个变化算出来 子验针很厉害 但是我这个题目 比较不好算 刚刚你们出的题目 比较好算 完全是对的 没有 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这一开始是错的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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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前进的时候 它会下降 对不对 所以 你这个是倒退 倒退的时候 它才上升 对不对 所以它前进的时候会倒退 所以它应该是负的 你讲这个 你讲它是对的 可是 可是你 我们讲的是 我们约好了 讲法是你往这边 往这边 所以你这边应该是 往前进 它是倒退 所以这个要减 但是整个想法都对 对 是1吗 你的图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才会 首先这个点是13 对不对 然后另外那个点是-25 -25你点错位置 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个才是-25 对不对 所以图很重要 对不对 你那个刻度画好 你才不会弄错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里应该还有1 所以这里应该是2 这里是3 所以你这个就把变化画出来了 变化有之后 你就要知道 这个要怎么填 好 把空格 诶 所以这题还蛮老散的吗 还蛮老散的 好 好 然后最后答案写出来 你没有 你没有写出来 就是最后你要写出来 就是最后你要写出来 比如说Y等于-4加4X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等一下 -25在哪里 不是 不是它也不是它 AX的 但是你的图画很漂亮 你现在是刻度可以再大一点 AX2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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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2 -25 AX的刻度是-2 所以AX的刻度是-2 AX的刻度-2 AX2-2 AX2-2 然后Y45 所以 这个点才叫做-25 不是它也不是它 不是它也不是它 我们用这个来 这个来 这个来找出 这里跟这里 所以不是点这里跟点这里 是点这里 懂吗 你的想法对 找它找它对 可是这两个 我们用这个来代表 因为它可以同时 取代它跟取代它 所以我们不点它 也不点它 我们点它 因为点它 我就知道AX4-2 点它我就知道AX4-5 所以我不点这两个 我点这里 懂吗 你用红笔在这边画就好 怎么答案会不太一样 算自己的 算自己的 等我一下哦 你是对的 那代表你是错的 嗯 13 你带错位置 不是23 我们的答案是-25跟13 你怎么会带23 你怎么会带32 没有这一组答案 没有 你这个是2 这个是3 如果是13 X是1 Y是3 好 第一个我需要的刻度 这一个我需要到-2 所以我还要再 还要再 画到-2 然后这里我需要到5 够了 好那就这样 然后-25 -25 -25就是AX4-2 AX4-2 然后Y是5 但是我不是点这里 也不是点这里 因为点这里没办法讲它 点这里也没办法讲它 所以我不点这里也不点这里 我点 我点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找到-2 也可以找到5 所以我不点这里也不点这里哦 东森靠这里 好 然后 E3在哪里呢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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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Y是3 但是我不点这里也不点这里 因为点它没办法找到它 点它也没办法找到它 所以我们找的是 这一个 这一个我就可以找到X是1 我可以找到Y是3 然后我要问的是 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我要知道这条直线方程式 但是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这个地方的位置有多高 对不对 看我这里哦 我需要这个的位置有多高 来你们有些人没有学起来 就是因为没有听我这里哦 因为很明显 子彦学得非常好 很明显 非常的明显 就是就是你要你要你要要求自己专心 你要要求自己专心 你就自然而然会像子彦一样 什么都可以学得起来 这里 我需要知道这里有多少 可是这里这里这里我现在依照我的图 如果准的话 那大概就是3 3.6 拆啊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 我不知道开始在哪里 可是我猜 我猜大概是1.6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个刻度 下一个是变化 这个变化到底是多少呢 从哪里看 这个星辰也学得很好 从这里看 对不对 最自然的 最自然的你们会想要看这里 最自然的你们会想看这里 但是你图形没有画好 像刚刚星辰图形没有画对 他点错地方 所以他接下来就会错 好 请问这里有多长 3.2 因为你是 你看嘛 你这个点 你这个点是在3嘛 你从3到5嘛 对不对 从3到5 所以是上升两格 对不对 然后这一段呢 这一段 你是从1到2 你是从1到2 对不对 所以这段的距离有3 那么长 现在的问题来了 你应该知道它是3 然后 但是这个是 这个 同学这个图形是往这边的 对不对 往这边 然后上升 可是我们讲的是 我们方向很重要 我们方向是要往这边 然后如果是上升 还是正的 对不对 那你很明显看到它的图形这样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负的 对不对 然后它是3 3步 上升两步 对不对 如果是倒退才是这样 但是我们讲的是 从这里 往这个方向它是下降的 所以它是3 然后下降2 这样你比较不会错乱 就是每次都是往右 每次都是往右 往右 然后下降 所以它是 走三大步会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两步 所以它是多少呢 分三小步来走 分三小步来走 所以是三分之二 所以是减三分之二 这个两个合并 就会变减三分之二 刚刚有写出-三分之二的举手 放下 放下 蛤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它是 我已经知道它是 这个东西 减三分之二 也就是了 对不对 然后它的表格 它的表格是什么呢 它的表格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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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跟-13 通过它们两个 对不对 所以你就带进去就可以了 带进去 那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那就看你要带哪一个 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带这一个 那X就是 1 然后Y就是 3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 6 带进去就变成 3等于框框 扣掉3分之二 乘以1 所以是 3分之二 所以扣掉3分之二 我不要扣 才能够还原嘛 不要扣它 我这边扣掉它 才会变成它嘛 所以另外那边就要怎样 加 所以是3加3分之二 所以这个框框等于3又3分之二 所以这个框框是3又3分之二 不对 应该是拆3.6 因为这个是在3 应该是3.6 所以很准的 这个也是0.6多 然后 67445路之后的结果 所以最后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你最后要写答案 这条直线方程式 叫做Y等于3又3分之二 然后再减3分之二X 所有人 我要看那里完整的写 因为我发现 你们没有做好的记录 所以难怪学不好 所有人黑板的这一体 我要看到你完整的写 写好 我再下去看 写好 要是 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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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麼放進去嗎 可以收了 沒收到 沒收到